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在这世上都是心怀二意的 都是带着两条心 而心怀二意的时候是属魔鬼呀 魔鬼就负着了 因为心里有罪的时候就心怀二意 就变成两条心 所以一个人带着两条心 心怀二意的时候自身就被魔鬼牵引着 所以很难过 很忧愁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妙的处类 所以在这世上一些事情都不顺利 那我们今天要获得解决 只有在基督里才有善呢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成了恶人 还是我们都不领悟自己是动物还是人呀 都无法区分 什么使我们得不到救恩 得不到祝福呢 不爱人如己的人得不到救恩 也得不到祝福 所以上级说 教派百分之百是去地狱的 犹大书一章十九节 教派是属肉体 不听从真理的话语 也不信奉真理的话语 是属肉体的 必定要死的 而且教派得不到圣灵 是属魔鬼 是要去地狱的 而当心的教会 谁这么讲实话 传达的是实话呢 当心的教会都不能说是教会了 因为教会的头和教会的身体是基督啊 雅各书一章六七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义案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义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阿们 是心怀二义二重人格的 上帝为什么说 跑到基督外边的人 上帝为什么那么不喜欢 在基督外边的人 约翰二书 我们昨天也读了 离开基督的人 跑到基督外边的人 我们都不要和他问候 都不要和这样的人相互问候 而我们往往选举的公务员 选举的人 都是基督外边的人 什么样的人 毁了自己的国家 学识高深的人 毁了自己的国家 像苏联一样 为什么北韩这么的辛苦呢 北韩总是求我们资助他 跟我们讨大米吃 这么小的国家 南边却吃得饱 但是北边为什么就这么的贫穷呢 这都是为什么呀 因为一直都行恶了 我们读了第六节 只要凭着信心求 如果没有信心 就是恶人了 恶人是心怀二义的人 是不行的 你来到教会 你都没有信心 所以也得不到祝福 你带着心怀二义的心 来到教会 反而是浪费时间 来到教会 什么都不顺利 所以大家拼命地交十一岁 交纳建筑礼金 结果也什么都不行 所以大家和我一直以来 我们的生活 都是没有信心的生活 成了假的教徒 我们找一下 西伯来书三章十二节 如果大家和我 没有成为一心的话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啊 什么是一心呢 我看见身边的人 走向败坏 我绝对不会看着不管的 像耶稣一样 是充满爱 大家知道 法利赛人文是 那样的排斥耶稣 而耶稣跟他们讲实话 跟他们说 你这受惑的法利赛人文是 因为耶稣是爱 所以跟他们讲实话 大家知道母亲 妈妈对待亲生儿女的时候 肯定是有责备的原因 妈妈懂多少就责备多少 但是对待自己 但是对待别人家的孩子 妈妈不会这样责备他 也不会管说他管教他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亲生母亲啊 真实的爱 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亲戚 他一直假信 假信耶稣 他们家遇到问题了 而大家看着也不管不说 如果你看着这些事情 不管不说的话 你就遇到灾难 因为你没有照着上帝的话 与爱人如己啊 他们第二次又遇到一些大的事故了 然后你还不讲实话 还不管不问 那结果你就面临败坏的事情 你的事业倒闭 这就是当今的假教徒的模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没有爱啊 你不想实话 就是骄傲的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你骄傲的时候 上帝亲自阻挡你 对抗你 所以你只能走向败坏 什么都不行 什么时候你骄傲呢 你没有照着上帝的话 与如实做 这就是骄傲 生命纪四章六节 那么我们今天 上帝告诉我们 你带着两条心 你心怀二意 这就不是信息了 你想 想都别想得着祝福了 那么有些人说 我没有心怀二意啊 那么就看一下你的人生吧 我站在大家眼前 我都做了什么见证呢 以前我也在讲的教会 那时候没有上帝的奥秘 也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也不知道如何变异心 如果我们没有异心异道的话 和圣经没有任何关系 只有在基督里有异心呀 你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那你就是属于恶呀 你一直行恶 所以你和你的儿孙 我和我的儿孙 只能受灾难咒诅啊 然后我们还误以为 自己一直在教会里 所以我跟大家也告白了 我年过五十之后 才开始幕会生涯 才真正地领悟了这福音 结果我的儿女 跟我的行为一模一样 那么我也感谢上帝 他们比我早前两三年 大家所种下的 如果没有真实地 做悔改祷告的话 儿女们就会 如实受返还 这些大家所种下的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有些人稍微身患病痛 想死也死不了 身患着病痛 身受着拷问 把钱都花在医院里 然后大家要把 这样的灾难咒诅 又留给儿女们吗 当然不是了 我们不能这样生活呀 所以我们要顺从 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 只有幸福 只会拥有满足 按照心愿 一切都实现 儿女们变孝子啊 而且我们能做爱国者 基督外边 你绝对做不到爱国 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上帝的话语 现在要医治我们 使我们获得改正 在世上是没有 行到道路的 越是追求宗教自由的人 都是恶人 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 我来读一下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上帝离弃了 不幸的恶心啊 所以不相信上帝的人 不爱信上帝的人 这都是属于恶呀 追求宗教自由的人 说宗教都一样的人 这都是属于恶人了 那么恶人 恶的话就不是人了 就跟灭亡的处类一样了 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是灭亡的处类 是恶人 然后我们还选举这些人 做公务员 或者是做国家领导 甚至我们家里的员工 也都是这类人吧 大家有时候有好多员工 但是他们不爱做四季段悔改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总想做坏事 不给主人带来益处 现在上帝是很正确地教导我们 离开信心的话 就是恶心啊 那带着恶心的人 怎么能是我的丈夫 怎么能是我的妻子呢 整天要利用对方 大家知道 好多丈夫跟夫人挑事 就是想利用对方 从你们家拿点钱出来 那给了他钱 他能做什么呢 有了钱 他就开始随便转悠 去餐厅啊 咖啡厅啊 去休假呀 去玩耍呀 这都是带着善 还是带着恶 这都是因为恶 才会这样行事 我们不明白的时候 就想嫁给这样的男人 就想跟这样的女子结婚 其实男女之间 都是相互利用的 因为都是恶呀 离开信心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人 上帝说 都不要和这类人相互问候 这都是恶人呀 那么大家会是什么样呢 为什么大家总是不行呢 大家和我如果没有信心 就是恶人 心里是带着恶心的 而我们为什么不想相信 也不爱信上帝呢 因为都想做恶人 所以就自己害自己 也害了儿孙 我们千万不要这样 那么西伯来书三章十三节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就是让我们爱人如己呀 每一天每一天 比起劝勉 每天比起劝勉 你就看别人的错误 不要说是别人的错误 你要把它当作你的镜子 告白这是我的罪 我先做悔改祷告 求上级饶恕 然后拥有爱的时候 你再比起劝勉 而大家不这么做 就不劝勉 不劝勉的人都是恶人呢 你不劝勉 你还在背地里说道 背地里说别人 你看到了镜子 你就去打破这镜子嘛 你要领悟 看到镜子 你要把里面的内容 当作我的罪 来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才能得祝福啊 而假教会里 有讲这些内容吗 因为本人就成了 他在假教会里 不讲这些内容 因为讲道的人 就成了二重人格的 心怀二意的 对 如果跟大家讲 等你死的时候再看吧 这句话语 这句话语是 上帝告诉我们的 不是狠毒的话 为的是 是让我们得祝福的话语啊 你内心带着淫乱魔鬼的话 是很辛苦受累的 身体里 心里都有淫乱的罪 你要悔改至少 五千句经文以上 才能战胜这淫乱 唯独智慧能战胜这淫乱 今天上帝是让我们 每一天每一天 彼此劝勉 而我们呢 反而同流合污去了 比如说 推迟是 在我们看来 在世上看来 好像他挺好的 他自己 做自己的事情 吃自己的饭 自己悔改也挺好的 那么 如果上帝让我们 就这样生活的话 我不需要来建 这个大的圣殿了 我就好好过自己的 就不管不问就好了 但上帝并没有 让我们这样 光吃自己的饭 我自己好好过日子吧 结果都总成败坏 因为你没有爱人如己啊 真言十九章十六节 你没有遵守戒命 你没有爱人如己 你的信仰生活再端正 你都没有爱人如己 的话就是要去地狱了 甚至你还结党结派 怎么能得救恩呢 圣经里告诉我们 结党结派的地方 是没有跟随真理啊 文马说二章八节 教派不跟从真理 所以整天带着 他们自己的教理 曾经我在假教派里 曾经我也是个信徒的时候 我也整天背诵 教理问答 那都不是圣经里的内容 圣经里的内容 你随便加一句 只能是受咒诅啊 上帝的话 也这样明确地告诉我们 还这样吗 上帝说你眼前的祝福这么多 你首相获得这祝福 做证人吧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啊 祝愿大家的心愿 全获得实现 一定要去天国 大家彼此每天都要劝勉 看见别人做坏事 也不管不问 这样能行吗 什么是爱人如己 耶稣是怎么做到爱人如己的 法利赛人文师 那么不爱听 那么排斥他 耶稣还跟他们讲实话 这才是爱人如己啊 要我们的话 我们就 要换成我们 别人不爱听 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耶稣是爱 耶稣就跟他们讲实话 而我们却不这么做 真言十九章十六经 我们不爱人如己的话 我们得不到救恩 是要去地狱了 那么上帝就让你 直接去地狱吗 首先没收你的财富 让你的事业倒闭 让你从工作中离职 或者让你丢掉工作 你还不领悟 都要给你身上病痛 你还不领悟 然后就让你死去 神明记二十八章有记录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你用你的恶来赚钱 你没做回改祷告 光攒了钱赚钱了吗 那你就要死了 真言二十一章六节 那么大家为什么 要走向那种死亡的道路呢 我既能有财富 又能去天国 又能使儿子越来越好 有这个道路的 所以我们走向这种 得福的道路 那每天我们要 比起劝勉 希伯来说三章十三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比起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阿妹 我们心里有罪 身体里也有罪 这时候我们心地里 刚硬了 就变成饿了 心里的罪 身体的罪 不断地涌出 有罪的地方 就有魔鬼附着 约一十三章八 所以有时候 好端端的人 突然变疯了 我不天天劝勉的话 我也会变疯的呀 那么大家呢 大家为什么总不行了 为什么大家的工作 大家的事业 最近不顺利 你根本就没有 天天比起劝勉 你还不醒悟的话 上帝就让你 完全倒闭了 光让你倒闭还好 但是呢 你还不领悟的话 就给你疾病 给你身体上疾病 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节 真切地祝愿大家得祝福啊 看见不对的 就给他劝勉 就给他劝勉 你为什么在背地里说别人 难道你属魔鬼了吗 你为什么妒忌别人 你为什么猜忌别人 上帝说你妒忌别人 背地里说别人 是要受死刑的呀 你这样劝勉他 给他爱 这时候你才能去天国 不仅去天国得祝福啊 我们大家一定要去天国 儿女一定要越来越好 而我们今天开始 天天每天彼此劝勉 使我们去天国 拯救我们的儿女 这样才不走向败坏呀 为什么大家的事业 走向败坏 工作也不顺利 为什么又倒闭了 遇到问题了呢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 上帝的话语如实做呀 上帝是希望我们领悟了 做人赶紧爱人如己 不行的人整天恨别人 讨厌别人 这正是你不行的原因 上帝说 他是你的仇敌 而通过仇敌 你要领悟就能得祝福啊 仇敌不是来害你的 是给你带来祝福的 马太妃五章四十四四五节 你看见仇敌了吗 那你感谢 你爱这个仇敌吧 这仇敌 宁可自己和自己的儿生三次代 走向死亡 为的是让你得祝福啊 这是多么感谢的事情 所以有了仇敌 这是多么感谢的事情啊 而遇到仇敌了 我们不感谢 我们觉得这仇敌特别可恨 所以就是大家就有问题了 这仇敌是给我带来祝福的人呀 仇敌的行为 使他和他的子孙三次代受败坏 而通过仇敌 我们就回该祷告 都是我们得到的祝福 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是这样的庞大呀 而我们呢 遇见仇敌 我们不懂得感谢 反而就恨仇敌 所以不行啊 我们真实地做四阶段悔改吧 你成了一心 你什么都能获得呀 又能去天国 然后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我们第一次来做四阶段悔改的教会 我们发现这里不同啊 不一样啊 这就是确信啊 那过了一年之后呢 自己又跑到基督外边去了 你跑到基督外边了 就成了恶 就是灾难咒煮了 大部分人都这样啊 刚来的时候 刚来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很好 很感慨 但是没过几年就开始稀里糊涂 这都是自己的行为啊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就是成为善人了 要不然你还是成为离开基督的假的 离开基督的假的教徒呢 行为就很奇怪 就很骄傲 这时候是属于基督里边 还是基督外边呢 是基督外边了 如果我瓢牧师什么都不明白的话 我看见谁都是有信心 但是基督外边不是信心了 只有在基督里是善 基督外边都是恶 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也读了 不足的仆人跟大家指教这些 大家还不明白吗 有些人说我做善事了 你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恶 不是善事 比如说一个人抢了一个亿 他是个强盗 但是他抢了一个亿 把抢来的钱 一部分分给别人了 那这是善事吗 不叫善事啊 所以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的人 做什么事都不是善事 基督外边都是属于恶呀 大家不领悟什么是善 大家不懂得分辨什么是善 也不分辨什么是恶 比如说总统 总统们 相见 一个总统知道什么是善恶 另外一个总统什么都不明白的话 那懂的总统 就是怎么对待不懂的总统呢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要领悟 对照上帝的话语 照着上帝的话语 我到底在哪呢 我心里没有喜乐的时候 心就已经不是一心了 你不一心的时候就走向败坏 儿女们不好 儿女们成了你的仇敌 虐待自己的亲母亲 把母亲放在塑料棚里面 那么这母亲到底是怎么过的日子 一直追求宗教自由 没有做四季段悔改 去的都是没有基督的假的教会 所以没好好养儿女 导致儿女们这样的不像 神明记二十一章十八节 儿女成了悖逆的人 这都是因为父母背叛了基督 背叛了基督的原因 好多儿女们当今都在虐待自己的父母 打父母 这新闻都都没有一一暴露出来 大家去养老院都可以听一些这些老年人讲话 好多老年人说还不赶紧让我死去 我儿子们都来我家里 踹我打我 让我赶紧死去 大家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吗 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太多了 我去养老院听这些老年人讲话 我带着知识们一起去的 如果我们不照着上帝的话语 不一心的话 就得不到记文 而且反而成了上帝的仇敌 是害死基督的儿女 使事业全倒闭 你现在挺好的吗 你稍微有点钱了吗 你有钱了 你赚了点钱 你就要死亡了 千万不要这样 我们彼此劝勉吧 爱人如己吧 一起得救恩 使我们的儿孙越来越好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 回改祖上罪 回改我的罪 那这个祖上罪 那有些人说了 牧师啊 我一直回改祖上罪了 大家的祖上 妈妈家和爸爸家 那夫妻之间的这个祖上 就加上一起是16个 那么就在这时间 我们祖上所犯下的罪 如是反给我们 我刚才还挺喜乐 我现在怎么又突然不喜乐呢 所以我们要持续不断地 做四季段 回改喜醉呀 祝愿大家一定要一心 使儿女们做孝子 然后我要越来越好 在幸福中拥有喜乐 获得万事空肆的祝福 医治一记的病痛 心愿全获得实性 祝愿所有的人都获得这祝福 大家都阿门嘛 真切地祝愿大家爱人如己 我们一起呼喊主啊三畅 这里得到祝福再回去吧 得不到祝福的话 就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困难 所以一定要得到祝福 在这时间上 你是听我们的祷告的 站在眼前的我如果是假的 大家也都成了假的 所以我不做悔改祷告 是毁了大家 害了大家 真意13.20节 所以我作为牧师 日夜地祷告 彻夜地做悔改祷告 喜乐地祷告 为了让大家得祝福 能让大家得祝福 这时候我也能去天国 这就是爱人如己呀 使我得救 拯救我的儿女 使大家得祝福 这都是在一起的 并不是光我好 使大家受害 这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一起得祝福的 有时候我们身体疲乏的话 就总困 总想睡觉 我也一样 有时候我默想的 我默想祷告 做30分钟就开始有睡意了 那我就赶紧起来洗一澡 洗澡了 或者是 站起来走一走路 然后又做悔改祷告 然后就熬夜 彻夜地祷告 那上帝就让我睡一觉吗 不是的 我的孙子们上学之前 一定来我这里 跟我行礼再回去 再去上学 上帝是不让我睡的 为的是让我做悔改祷告 那我很喜乐 很开心 就做悔改祷告 再做了悔改祷告 就过了大概9点了 9点10分 那再睡一觉呢 上帝是让我不睡 别让我睡 为什么我的小孙子 都来我这里来行礼呢 那么有些人就说 那因为他们太善良了吧 我睡还是该睡我的吧 别这样啊 你要正确地领悟我 然后大概白天10点 11点的时候 身体真的很疲劳 就想睡一觉 那时候就坐在椅子上 再做悔改祷告 跪着祷告 腿有点酸了 就坐在椅子里 坐在椅子上 做悔改祷告 然后就稍睡5到10分钟 这5到10分钟的睡眠 特别的香 好像睡了一整天一样 我们悔改祷告吧 我们一心一道得救吧 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的儿孙 整个国家都一定能行的 我们一起呼唤主啊 三次一二 主啊 主啊 我父上帝 我父上帝 求主使我们 能够得到眼前的祝福 每一天使我们爱人如己 每天都彼此的劝勉